中兴电开高涨停 现在重电股到底还能不能买呢 我的答案跟上个礼拜一样 都还可以买 我想在这个能源政策的概念当中 不仅仅只有所谓的重电 重电包含了1519的华晨 1514的雅力 1513的中兴电 甚至到1503的市电 市电中兴电开始 最近开始往上补涨了上来 那除了重电族群之外 你还要去注意 除能的概念跟奉电的概念 这两个族群也开始 在最近有蠢蠢欲动的一个状况 详细的个股 我们会在节目内容当中跟各位说明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子彦 让我们欢迎华信投顾曾志祥分析师 子彦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电脸三个月释出了百亿元的大单 预估今年可能会有千亿 总规模千亿元的那个 这个叫什么 标案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 重电像今天中兴电已经亮灯涨停了 那请问其他的股票 是不是也可以跟着一起涨停呢 我想这个问题 从上个礼拜子彦就问我到现在 我的答案从上个礼拜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能源概念股可以买 可以买 对记得一个口诀啦 因为在上个礼拜很多人他还在封所谓的光通讯 或者是一些半导体的一些设备股 但是呢在上个礼拜其实我们观察到观察到什么 就是说有一些资金他开始以往补涨的概念去走 是 所以在上个礼拜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当中 特别给各位这样子的口诀 也挺好位阶低没有涨到 所以呢就挑到了在能源政策当中的概念股 是 那能源政策当中呢其实在之前 像我去民事或者是去非凡的时候 在上个礼拜的时间都一直在讲能源的政策 那其中呢有一个这个说法其实算是非常好 就是我常常之前一直在念的 四月涨电价五月五二零 五二零 对 什么意思 新旧总统交接 所以投资朋友市场他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股市跟政治他脱离不了关系 加上这些能源政策的概念股 本身过去又整理了非常长一段时间 所以呢我们从先前2月20号 这一张我们给各位看之后 当然是要谈说 电价涨电价它是一个重点 是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这张图是之前 赖副总统接下来当总统 杰仁五二零之后就变政的总统 是 接下来他主要的几个政策 你可以在这张图看到产业政策 能源政策 两岸政策 劳动政策等等 但是其中呢跟股票市场会比较相关的 上半部比较偏电子 下半部比较偏非电子 所以呢在那时候呢我们就特别跟各位讲 其实你在关注AI概念股的时候 能源政策股接下来进入第二季 机会也会开始很大 是 所以呢几乎我们从讲了一个多礼拜到今天 陆续都已经在发动 但是到了今天还是有一些他开始会整个族群性的开始往上攻击 所以呢你记得像这张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给各位看过 今天你如果是今天才看到我们急诊室的好朋友呢 我们再复习一次 其中几个重点的股票 当然大家目前 过去如果你还没有接触能源政策的概念股的朋友 你一定一开始会先看到的是1519的华城 1514的雅力或者是1513的中兴电 然后呢这三档股票是过去 其中尤其像华城 现在是重点的一个 其中的股王 重点股这个族群当中的指标股也是当中的股王 那指标股它维持一个强势的高姿态整理 这支股票它基本上也不会下来 因为筹码都被特定人接走了 然后呢再来就是说 大家很关心的1513的中兴电 也开始出现了落后股涨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再一次复习 接下来投资节奏是什么 业金好 对业金好位阶低没涨到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节奏掌握住之后 你再回过头来来看 重点的股票 中兴电今天冲上去 然后呢9958世纪钢 丰电的股票当中 世纪钢是去年涨到今年 到目前还维持一个这个往上的一个斜率都没有改变 然后呢从上个礼拜1503的四电 四电当然它因为重电也有 主要应该归列在重电当中才对 这个字图我那时候有点放错了 四电也在上个礼拜直接往上冲上去 然后其中呢在今天6806的升危能源 他目前也是攻上涨停 然后这边投资朋友可能还有很多人可能搞不清楚 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身为年源的一个部分 他本身是有另外一家这个母公司 他母公司是这个永威投控 所以投资朋友你看到今天的永威投控 他也攻上了涨停 所以这是这一层的关系 所以投资朋友你这个时间点你就可以来去看 我们再举例来说 像3708的上尾头 你会发现他从上个礼拜也开始 从低档往上打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底部 开始往上跳了上来 到今天也持续在往上攻击 那上尾头的部分呢 他其实算是一档进可攻退可守的股票 因为他去年意外的出售的一些利益 在去年到前三季的EPS能够达到将近13块钱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EPS 其实到今年他就享有目前这个价位 他就享有所谓的高值利益的一个概念 那再加上他的本业 其实在非中国营收占比的部分 已经提升到将可以 今年应该预估能够接近50% 所以他等于是谷底 已经最差的状况已经过去 所以接下来投资好朋友 我们以上提供这些概念股来当做 虽然从上个礼拜已经开始讲了 当然今天我们继续再跟各位分享 因为才刚刚开始而已 记得4月涨电价 5月520 股票市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中一件就是题材性的问题 谢谢阿翔老师的分享 那想要知道更多财经资讯 记得加入老师的群柱 那财经记者是我们下次再见咯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也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